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开车呢 我回来再跟你说好不好 拜拜 你没事吧 哎呦 哎呦 我的灵石 哎呦 你这个人 你没事吧 相亲大姐 流氓 怎么到哪儿都能遇到你啊 我还想说这句话呢 你要不要紧啊 啊 来 哎 你 哎呦 真的假的呀 小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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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怎么样吗 哪里疼啊 我心疼啊 要不要去医院呢 废话 当然要去医院啊 去医院 你躺这儿干什么呀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小李子 爸爸对不起你 来 起来啊 起来 来 来 走 小李子 好了好了 我的小李子 走 上车 小心点啊 小李子 爸爸没有照顾好你啊 小李子 你在忍忍啊 马上到医院了 顾飞飞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这里有你的简历和求职信呢 嗯 对啊 为什么不在科比干了 干得不开心呗 那你现在是 我刚刚是去EAC应聘的 啊 你去EAC应聘 可惜 白跑一趟 什么意思 一共就一个名额 内定了那个什么人事部经理的远房亲戚 啊 您摆的就是耍我们这些应聘的吗 刑事主义啊 其有此理 这队已经内定了还搞什么公开应聘啊 这帮无聊的人 把别人都当傻瓜 我其有此理 哎 没事吧你 你激动什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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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疼 疼好疼 哎呀开快点 你真的假的呀 哎呦 哎呦 不要再喊了啊 不正去医院的路上吗 好好好 来来来 哎呦 你先坐坐坐坐啊 那儿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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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好啊 我给你挂号啊 哎哎哎哎 你把你那个包包给我留下 干什么 要是你假装挂号跑了怎么办 给你 干嘛随身带个存钱罐啊 哎呦 那 检查过了啊 一切都没有问题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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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新店图查了没事吗 我心疼啊 我也没说我心脏有问题 你把我最亲爱的吉他给撞坏了 我心疼啊 那你骗我到医院来做什么检查 你以为是免费检查 哎呦 你撞了我 不该带我来检查检查吗 我没有内伤你万幸了 要不然你惨呢你 你真的是无赖啊 流氓 身体是没问题了 现在该谈谈赔偿的问题了吧 什么赔偿 你把我最心爱的吉他给撞坏了 你不该赔钱啊 你想怎么样 你把一个音乐发烧友 他最心爱的baby给撞坏了 你说说你该赔多少钱 你自己说吧 你是音乐家呀 自由职业哥 你无业游民 你就想敲诈我对不对 那你把民警叫来看他怎么说 你说嘛 你到底要多少钱 这把吉他是高级货很值钱的 至少值五万 五万块钱 你去抢吧你 你这破吉他值两千块钱 你以为我不识货啊 哎呦 大姐你也是高手 你以前也玩音乐的 好了大家不要废话了 你说吧你想怎么样啊 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你要号码干什么 你撞了我你承不承认 我承认呢 你撞了我导致我的吉他肢体残障 半身不随 你承不承认呢 我承认 所以你该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等我想好了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随时联系你啊 流氓 那管小姐 就按咱们说好的呗 好不好 让你侄子来吧 那我跟周经理说一声 不用了周经理那边我去说吧 那谢谢管小姐了 只是对不起来应聘的人了 其实这个顾菲菲真的是个人才 这么多人里面我就看好她 是啊 可是她不懂啊 现在办什么事不得靠关系吗 喂 薛总 对对对 对 啊 是是是是 好 好 她说什么 薛总让我们雇佣雇菲菲 她为什么没有录取你啊 不为什么妈 人家 应聘都是内定好的 啊 内定好还招什么人啊 这不折托人吗 也就是啊 哎呀 姐啊 我这 我这车头怎么 怎么给弄花了 车给撞了 啊 你撞车了 哎呀 你有没有伤到啊 妈 我没事我真没事 哎呀 我的老姐呀 这车子我 小花上学接送 我全靠她了 你嚷什么嚷啊 那行 你就胖了一下嘛 这 这也得花钱啊 你那车没有保险呢 我 我当时图便宜 我就没全上啊 哎 算了算了 人没事就好 说的容易 哎 你这什么意思啊 车中药还是我姐中药啊 哎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那你说现在车都这个样子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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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啊 你好 是吗 啊 谢谢 谢谢 啊 好好好 什么事啊 妈 EEC人事部啊 装备录取了 真的啊 哎呀 太好了 老姐 你不是说的那天好了吗 我也不知道啊 哎呀 好事情好事情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啊 哎哎哎姐 那我的车怎么办啊 那 我花钱给你修 行了吧 你说的啊 下个月啊 哎 好了 好了 妈 行了 够了 别动了 别动了 我真的帅到让你不论 此阵间的活动了 哈伦 通知各族门主管 二十分钟之后会议时开会 好的 你怎么回事啊 先回去准备开会的资料吧 谢谢 怎么回事啊 薛总他叫什么名字啊 薛赞 薛赞 我说菲菲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 我 我脑子很乱 我脑子很乱呢 那先回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薛赞 走吧 薛赞 赞爷 她怎么搞的啊 他怎么搞的啊 薛赞 薛赞 你怎么搞的啊 好了好了 都少說兩句吧 趕緊回去工作吧 這下咱們設計部可給總經理印象深刻了 行了行了 差不多得了 蔡爺居然是EAC公司的總經理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蔡爺怎麼會是總經理呢 那他以前為什麼要 大家都知道 我平時不怎麼來公司 但是我不來公司並不代表著 我對EAC的事一無所知 這次我回來 主要是要重新調整公司的內部管理結構 所以 人事上的變動會很大 我們這種老牌公司呢 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 按部就班 循規蹈矩 很容易造成一些人呢 沒有進取心 領著高薪或日子等退休 所以我這次回來呢 要結束這種狀態 希望你們各位都做好心理準備 財務部 財務部 我們今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度 跟去年相比 漲幅是百分之多少 我再整理 銷售部 EAC地產所售出的房屋 和同類公司相比 價位走勢偏高偏低還是市中 你們下半年訂的銷售指標是多少 我查一下 公關部 上半年呢 我們一共有三處項目啟動 星辰傳說 南虎小月也跟一千名一頁 那南虎小月已經進入了封頂了 你們的宣傳力度是多大 針對的購房人群是哪些 這一千零一頁呢 馬上就要啟動了 你們下半年有什麼宣傳計劃 一問三不知 這就是各位部門主管給我的回答嗎 好 你們需要多長時間 才能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半個小時之內 要是我看不見你們給我的報告 直接給我看辭職信 好 馬上準備 行 接下來是哪個部門呢 設計部說說吧 設計部上半年主要有兩個項目 一個是南虎小月 一個是星辰傳說 南虎小月於年初動工至今 主樓基本完成 綠化帶規劃正在有條不穩地進行 除此之外呢 星辰傳說和一千零一頁 雖然歷經兩次 設計圖外洩風波 但是因為補救及時 備選方案完整 所以沒有耽誤任何進度 我們設計部下半年 主要的目光 將放在環保主題的房屋設計上 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總算有個能給上勁的了 非常好 周經理 下面我就不用問了吧 所有部門的報告 下班以前必須交到海蘭的手裡 對了 公司的中期考評就要到了 黃經理 徐總 這次中期考評呢 由你我跟張副總親自考核 具備能力的 EAC非常歡迎他留下 不合格的 自己走路 EAC不養閒人 這一次誰也別想混水摸魚 散會 知道嗎 總經理新官商人三把火 剛才在會議室把財務部 銷售部公安部經理 罵的是狗血頂頭 我呀聽莉莉說 總經理借著中期考評 要給公司各部門大換血呢 一朝天子一朝辰 這有什麼可信心呢 總經理回來了張副總的人 自然就得靠邊站 中期考評就是導火索 EAC的高層要開戰咯 蛤 會不會一樣知道我們啊 我們這群小瞎 你誰能放在眼裡 各部門的老大可就慘咯 你們知道在職場問 最怕的是什麼嗎 什麼 戰錯盾 他絕對不是參與 絕對不是 這是長相啊 這種藉口連自己都騙不了自己 不行 我必須找他問清楚 我要讓他親口承認 他到底是誰 愁眉苦臉的幹什麼呀 得罪人的差事不好幹啊 三會以後 大家都說什麼啦 大家都在抱怨 你說薛灿啊 掛這個總經理的頭錢 兩年都不來公司 但這拼死拼活 為EAC打江山的人 那還不是我們這些老人嗎 你看他這一回來 就動人事關係 這搶班奪權也有點太明顯了吧 實在讓大家心狠 所以他們就竄斷你 上我這兒來抱怨了 張副總 這EAC能有今天 靠誰啊 靠他 他連EAC大門朝哪邊都不知道啊 還不是您帶著我們這些人 辛辛苦苦地幹 張副總 您不能由他後來 您得管管啊 人家是總經理 我是父他 張副總 您這就是不跟老兄弟們掏心了 誰不知道 在EAC您出了名字前面掛個副字 這上上下下什麼事情 不還都是您說了算了 可現在不一樣了 張副總 我根據說了 只要您出面 我們全都支持你 那個愣小子 還是讓他自己回家玩吉他去吧 行 我知道了 你回去跟老林老夏他們說說 這件事呢 我會跟薛灿好好溝通溝通 讓他們去安心做好本職工作 EAC還要靠你們啊 張副總 我們就等您這句話呢 老大 飯來了 謝謝 兩年來所有設計圖的原稿都在這裡嗎 那你全部送到總經理辦公室 全部啊 他看得過來嗎 我這就去 紅師啊 啊 你去哪兒啊 把資料送到總經理辦公室